还恭维深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之际 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在清代道光时期 紫禁城中翠宫的主人是静皇贵妃 她不仅统帅六宫 还抚养了晚清历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 咸丰皇帝一主和宫亲王一新 按你说皇贵妃已经相当于是父皇后了 她离封后只差一步之遥 让人想不到的是 静皇贵妃至死都没有等到自己的丰厚大点 回到居住的中翠宫 她闷闷不乐 一个人独对灯火 整夜不眠 道光皇帝的孝泉城皇后 已经逝去多年 她被封为皇贵妃 统管六宫也已七年之久 她虽有统领六宫之权 却没有皇后之名 身份非常尴尬 道光皇帝妃嫔众多 后宫之事处理起来相当琐碎 她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忍耐 才能让人事顺畅 就在几天前 她责怪一名妃子不守规矩 却遭到这名妃子的顶撞 这让她既难堪又委屈 越发感到皇后名分的重要性 更让她委屈的是 多年以来 她尽心抚养皇四子义主 和皇六子义心 也得不到道光皇帝的认可 与嘉奖 义主并非她的亲生儿子 而是孝泉城皇后的儿子 为皇后抚养儿子稍有不慎 便会遭人猜疑 因此她如履薄冰 对养子义主 比对亲生儿子义心 更加尽心尽力 可众 居丧其间 她回顾自己入宫以来的历程 不禁感慨万分 她十二岁以选秀入宫 服侍道光皇帝 初封为晋贵人 十三岁怀孕 生下皇子 被封为晋庭 没想到 皇子四个月就夭折了 道光皇帝为了安慰 他的丧子之痛 特晋升他为晋妃 可能是因为生育孩子过早 三年后 他生下的另一名皇子 不久后也夭折了 直到他十八岁以后 生下的皇六女和皇六子 才存活下来 公元一八三五年 道光皇帝册封孝权城皇后时 大封后宫 她也因此晋升为晋贵妃 六年后 孝权城皇后 崩逝于楚秀宫 次年 晋贵妃晋升为晋皇贵妃 总管六宫之事 一路走来 晋皇贵妃虽说算不上宠妃 却也时时得到皇帝的眷顾 可是当他生下一心之后 就再也没有生育记录了 好在他的性格温和 办事稳妥 道光皇帝呢 把抚养皇子一主的任务 也交给了他 他心里明白 同时抚养两位皇子 无论将来哪位皇子 登基当皇帝 都会感念他的养育之恩 现在 他的养子一主登基 成了咸丰皇帝 他会怎么回报这份养育之恩呢 咸丰皇帝一主 虽说不是晋皇贵妃的亲生儿子 却母子情深 究其原因 与一主自小生活在中翠宫 由晋皇贵妃抚养不无关系 从清宫树闻可知 有一年冬天 九岁的一主偶感风寒 他的亲生母亲孝泉成皇后 每天都到中翠宫去探望他 孝泉成皇后去世时 一主才十岁 从此正是交由晋皇贵妃抚育 在中翠宫生活长达十七年之久 中翠宫建成于公园1420年 明代时 这里曾是太子居住的宫殿 清代改为后妃的寝宫 近乎四方的宫院 两近院落前高后低 东西配店井然有序 在威严的皇宫里 维合成一方小小的天地 可以想象 年幼的一主和一心 每天在这座宫院里玩耍嬉戏 一心比一主小一岁 小哥俩每天天不亮 就从一主登基成为贤丰皇帝后 对晋皇贵妃和中翠宫都充满读贺作法 让晋皇贵妃非常失望 她没有封她为皇太后 而一个太子等于没有进封 也许是为了表达内心的赴救 先封皇帝虽然封她为皇太妃 却以皇太后的规格 余智奉养她 凡是按照皇太后的礼仪和功绩 对待晋皇太妃 这让晋皇太妃非常纠结 既然给予皇太后的待遇 却不授予皇太后的名号 这种有识无名的尴尬身份 与道光皇帝让自己管理后宫 却致死不封皇后的作法 如出一辙 事实上 贤丰皇帝的作法并不过分 封敬皇贵妃为皇太妃 她只是援引清朝的先例 她的生母孝泉成皇后 既是先帝的正妻又出身高贵 却一天也没有享受到皇太后的尊荣待遇 由史料显示 当时的贤丰皇帝认为 仅仅作为自己的养母 就想以嫔妃身份当太后 不要说清朝 自隋唐以来也几乎没有先例可寻 对于静皇太妃的养育之恩 贤丰皇帝自认为 已经提供了皇太后的规格奉养后 多年以来的丰厚情节 让静皇太妃非常郁闷 从此纠结于此 耿耿于怀 不久就病倒了 王一心 一心向咸丰皇帝报告皇太妃的病情说 额娘已经快不行了 现在还憋着一口气 就是为了等皇兄封他为太后 就死而瞑目了 贤丰皇帝听了心中酸楚 立即命人准备典礼 进封他为康祠皇太后 听到进封的喜讯 皇太后就病逝了 最终没能等到自己的丰厚大典 当年住在中翠宫里的静皇贵妃 行使着皇后的职责 却没有皇后的名分 有趣的是 二十多年后 中翠宫住进来一位 有名无实的皇后 她的境遇与静皇贵妃正好相反 这个人就是光绪皇帝的 龙玉皇后 公元1889年正月 光绪皇帝大婚 龙玉皇后坐着凤驴 在隆重的大婚典礼中 进入皇宫 中翠宫里的一切铺盖陈舍 都是崭新的 充满了喜庆气氛 然而龙玉皇后 却没有一点欢喜 入宫之后 她孤苦无依 既没有获得光绪皇帝的宠爱 也没有得到她的姑姑 慈禧太后的联系 作为一名皇后 她虽然头顶皇后的桂冠 却始终没有皇后的权力和尊严 光绪皇帝的后宫 只有一后二妃 他们全都归于 慈禧太后的控制之下 龙玉皇后 在犹如冰窖一样清冷的中翠宫 孤零零度过了十九年的寂寞时光 直到光绪皇帝驾崩 她才以皇太后的身份搬出此宫 陈离太后 请不吝点赞便宜 按赞便宜 收金 请不吝点赞便宜